大家好 我是香港鎮美大學附屬學校王 鎮輝中小學 中學部首席副校長 廖榮祺 你提到在教學上最難忘的事 在十多年教學生涯當中 入讀A2的同學都是有自己的個人天賦 因此如果你用同一把尺量度 不同天賦 不同才華的學生 我認為是不可行的 因此學校自力推動課堂的彈性 另外為了讓學生有更優質的教學環境 我們亦不斷在近年提升學校的教學設備 像我們前幾年新造的體育及藝術教學大樓 裏面有我們的視覺藝術中心 有我們的室內運動場 體育能中心等等 與此同時我們亦優化不同的環境 包括我們的音樂室 已經改建為Learning our Music Commons 我們期望音樂的發展是無疆界的 亦是在每一個校園當中 另外 學校亦是興建一個全新的室內游泳館 讓學生亦可以利用學校的設備 去在游泳的項目上得到更多的發揮和發展 因為我們都相信每個小朋友的步伐成長很不同 你的第一亦不等於別人的第一 但他們都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第一 正如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有不同的同學都去到牛津大學 即是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其中我們一些相對比較出名的 就是我們曾經有25歲的資休的同學 破解入讀牛津大學 我們有13歲的資休生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我們過往兩三屆已經超過10位同學 入了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我們今年都有一些好成績的 就是我們有超過15%的國際班的同學 是拿到香港特區政府頒發個人獎學金 是每人是可以獲得大概100萬的資助 去支付他們海外的升學 我們覺得這些除了肯定那位同學的努力之外 亦都是真真實實在幫助他們 去幫助他們去不同地方升學的一些必須的東西 我們都很開心 亦都很替這些同學感到自豪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晚上 有記者 第幾多天 Este單位是要聳明的 那些課題